我們等於是任人宰割 可是我們不能夠沉默 所以我們透過這種方式讓人家看到事實 另外一點呢 就是透過中共國際法學會 以法院之友的身份提出意見書 Amicus Career Brief 用這種方式來幫助國家爭取權 各位都知道 這過程是蠻辛苦的 我還沒有到太平島就被人罵 說你要破壞台灣跟美國的關係啊 還要譴責我 然後呢 我想實在是 因為他們真的不知道 等到今天你看到余明初出來講 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話 會損失多大 各位 所以我想 我有其實這方面 我們從這半年來 都有一些具體的構想 但是不過呢 現在卸任之後啊 這個有些話不好說 這個 人家會說我們怎麼卸任之後 還不甘寂寞 所以我就不願意多講 今天是因為學會了 要我來談一談 我自己能說一下 當然是 我是有一些做法 能夠保護我們國家的這個權益 如果說政府需要我來協助的話 我就可以協助 另外一個呢 有人說的 不要提歷史性的論述 真怕這樣的話 會跟中共黏在一起 這也是一個蠻奇怪的說法 這些東西都很重要 因此我們身為一個政府 任何影響到國家主權 民族尊嚴之情 我們不能馬虎 該抓了就要抓住 所以你看我們都沒有迴避這個問題 該講都不講 好 簡單的講 在這個議題上 兩岸有沒有合作的空間 我的看法是 在民間當然是有的 可以多討論各種方案 然後呢 去向各自的政府單位建議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因為這個議題高度的敏感 你看我們去太平島 跟大陸一點管理都沒有 人家都會說 你是不是為了大陸怎麼樣 尤其是我們國內有一批人 整天就盯著我 看你是不是在這個親中賣談 我一卸任的 怎麼親中賣談 我也不清楚 不管呢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這種敏感度非常高 我覺得不必在這個時候呢 去製造更多的困難 但是很重要的 大家去研究這個問題 絕對是有價值的 因為說像釣魚台 大陸上也有很多學者研究 我們台灣也有 雙方研究這個成果的交流 是有用的 而且也發揮了很多作用 所以我覺得這樣 其實就 在學術階段的合作 我覺得應該進行 而且我知道 已經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 我只要一開口 明天就有說 你看這個馬英九 又在說三道四 下這段去 我不希望被人家這樣子來批評 因為我覺得 這個 這個 這個蔡總統的政府啊 他們已經開始在處理 這個事情 那我們就給他 應該有時間跟空間 讓他好好處理 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一個比較 正確的做法 那麼 如果他需要 遵循我們意見 我們願意進行 我想這樣的話 也許使得 政黨政治也好 我們對外政策也好 能夠有比較 合適的一個 整合 我的看法 謝謝